原来我们现在用的女他这个字历程这么坎坷 但山云邻国经历了几十年才确定下来 当时为了有女性特有的称呼 提出了三个方案 分别是鲁迅的一 周作人的男他 应该右下角备住一个小小的女字 以及刘伴隆的女他 但是当时文化圈普遍喜欢的是鲁迅提议的一字 反而批评刘伴隆的女他 因为在中国古文里是鲁迅的意思 不能随便乱用 且因为当时女性意识刚刚觉醒 但任何女字盘的字都非常敏感 是複庸男性演化而来的 所以一字才是当时文化圈的主流 那是因为老百姓又不惯一字 本性向于女他 所以保留了这个字 而且在当时刘伴隆认为女他应该念成乌 用来区别男性 不过由于老百姓独惯了他 最后他自才定行了下来